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次连在搅拌器上头的残余起司 都要清干净再打鱼 然后再加点盐跟胡椒提味 接着就可以把它装进挤花袋里头 挤在外面买来的饼干上头就行了 要记得饼干的口味要是咸的 而且不可以有夹心喔 还好耶 我觉得红萝卜味道没有很强耶 就比较吃不出来啊 吃不出来 但很好吃 就是那个 我觉得胡椒跟盐真的提了很多味 对啊 那要好的胡椒跟好的盐 这也是一种 然后这个还可以加一点点小装饰 您瞧瞧 柯老师在上头点缀了 一颗一颗的黑醋粒 是不是顿时让这道既好吃 又简单的起司饼干加分不少啊